民進黨金融市長參選人蔡思英 再次議員同志委張浩瀚 及金融市深耕文化創意協會理事長 裴同夏提出了地方創生證件 力量搭起了國際的交流 這是我們提的在一二路的商圈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在委託行小山截居這一塊 委託行的部分我也要非常感謝職位 剛開始職位在莫迪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有告訴職位說應該很難推動 因為那邊的每個年紀都大我跟大職位非常多歲 但是我看到了職位還有在地創生的 裡面有個委託行海拔街區公司 他們一個一個的去跟大家溝通 我們也看到委託行一個一個的重新 變得一個站得起 我們覺得非常的高興 那這些都是中央地方合作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四大基地的創生能量 職位市政府核定完之後 市議的下一個階段目標 就是要繼續強化這四大基地 讓大家能夠重視它 讓大家能夠利益得到 這是我們的重要目標 那另外除了這四大創生基地之外 我另外會推動我們現在的水產屋 為青年創業的呼籲基地 基隆市政府已經把這個案子招標了 接下來就是交由市議來營運 我們相信當有一個青年孵化基地之後 搭配四大創生點 我會讓基隆成為台灣在座地方創生裡面 最閃亮的一個政策 所以接下來我們跟蔡市長有共同的目標 也就是以維多航成功發展的經驗 我們要打造一個仁愛區 把它變成一個觀光朗袋 第一個我們會用維多航為中心 串聯仁愛市場廟谷夜市 還有孝山路美食商圈 最重要的是我們仁愛區還有非常多間的 百年歷史廟宇包含清安工電機工代理工等等 我們要把它提升成一個文化經濟的層次 然後變成一個可以提升商業價值 也可以提升經濟產值的一個目標 那未來我們仁愛區的發展 由蔡市長來帶領 我們相信可以值五代 剛初我們在林歐昌市長的一個 市府的一個團隊支持下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成績展現 那好的成績展現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市長 讓我們能夠持續來延續 那對這邊地區最大的 未來的一個發展的影響 就是因為我們在中正路上面 有一個紅磚屋 未來會產生成為我們基隆重要的 一個青年文化呼籲基地 而根據綠營內部一份最新民調 蔡市映的民調暫時領先對手 我們黨籍的市長參選人謝國良 蔡市映出席活動時這樣回應 近這段期間也是我們中秋佳節 以及過去上個月普渡的時間 我想適應左遍的基隆市的大街小巷 也讓基隆市的市民瞭解 適應這次參選基隆市市長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在最近時間 適應開始公佈適應的公共政策 一個接一個的公佈 也讓市民朋友非常領處的瞭解 適應能夠百分之百的 接幫基隆延續光榮 那我相信也因為這幾個原因 所以在相關的民調部分過程當中 有看到適應有些微領先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不論民調的結果怎麼樣 對我們來講就是全力以赴 努力的爭取基隆市民的認同 那我也相信基隆市民對於這場的選戰 選擇誰來當基隆市長非常的清楚 就是誰能夠接幫基隆延續光榮 誰能夠讓基隆過去這樣的一個光榮感 能夠繼續走下去 讓基隆不走回頭路 蔡西映一個早上就連跑三個行程 還公佈了地方創生的政策 希望獲得選民認同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然後抗議員消遇 rement 응